2003年的8月 安装着中国航电系统设备的超期战机首飞成功 中国方面将其命名为骁龙 而巴基斯坦方面正式将其命名为雷电 编号为JF17 这个时候啊 美国人又跑过来插了一杠子 美国方面表示 愿意归还因印巴核威机而扣押的 之前巴基斯坦已经付过款的 但是他扣押的巴基斯坦的F16战机 同时啊 开放向巴基斯坦出售 更为先进的F16CB型 博洛克52这个批次的改进型 给巴基斯坦来采购 这些可以发射先进的AIM120中距离空空导弹的战机啊 可以讲让八方移动非常的秀 然而采购最新的F16战斗机 势必挤占原本骁龙战机的采购资金 此时啊 骁龙战机已经生产了三架原型机 并在进行不断的试飞 而在04号原型机制造的过程中啊 成都飞机制造公司的 总设计师杨伟大胆的采用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设计 比如 修改了机和编条 采用了DSI进行道和先进的座舱航电系统 2006年4月28日 04号骁龙战机首飞成功 信息化的座舱航电 让西方眼前一亮倍感震惊 而DSI进行道更是云起了举世的轰动 大胆的采用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设计 比如修改了机和编条 比如修改了机和编条 采用了DSI进行道和先进的座舱航电系统 2006年4月28日 04号骁龙战机首飞成功 信息化的座舱航电 让西方眼前一亮倍感震惊 而DSI进行道更是云起了举世的轰动